即时新闻综合报道,中国限于另在升级,传出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内部会议上提出包含封杀对党离心离得的艺人等似不用标准,甚至还规定展现其他次文化颓废风格的艺人也不能用引发网络热议。 据美国之音报道,中国广播电视行业最高监管机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内部会议上提出封杀艺人的标准,包括对党离心离得,品德不高尚的演员坚决不用,低俗,恶俗,媚俗的演员坚决不用,思想境界,格调不高的演员坚决不用,有污点,有绯闻,有道德问题的演员坚决不用等四个坚决不用标准。 同时还明确规定,文神艺人体现嘻哈文化、次文化、非主流文化、散文化、颓废风格的艺人也不能用。 从19日起,这些封杀令还使在中国的社交平台上传播,引发网络震撼。 在微博上拥有400多万粉丝的嘻哈歌手GAI原名周延,临时缺席湖南卫视歌手节目,遭职疑是被缺席。 粉丝还发现GAI的微博名从超级无敌GAI改为GAI周延,自我简介也移出了说唱歌手的标签。 美国之音指出,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之下,中国对媒体和文化控制越来越严密。 报道回顾了近年来当局对娱乐界不断生。 记得限制。 2012年限于另一,零对婚恋交友、才艺竞秀、情感故事、游戏竞技、综艺娱乐、访谈脱口秀、真人秀等其类节目实行播出总量控制。 2014年限于另二,零规定每个频道播出新闻、竞技、文化、科教、生活服务、动画、圣儿纪录片和对弄等八类节目比例达到30%, 对歌唱类选拔节目、电视晚会等进行调控。 2016年限于另三,零规定上新综合频道每年19点30分至22点30分开播的引进境境外版权模式节目不得超过两档同一档真人秀节目原则上一年只能播出一季。 台湾网友对此纷纷表示,谁叫你嘻哈的? 歌词没捧档,吸包子,我觉得不行,干脆规定只能表演国乐与金剧算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嘻哈数来宝。